方主席 各位來賓 大家好 首先再一次多謝香港互動市務商會 給我這個機會 我可以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接下來的一個數碼廣播的一些資訊 未開始之前我想都要澄清一些東西 但是剛才Keefe說到 任何新媒體看出來都想整死報紙 我想我們DBC 香港數碼廣播就是例外 我們是一個開放的平台 我們會是希望跟不同的媒體來合作 製造一個更大的內容的空間 可以支援香港的民眾 或者很簡單都說一說DAB 說DAB之前都要弄清楚 大家有一點混淆 我們公司就叫做DBC 現在我們在做的科技就叫做DAB DAB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 簡稱就叫做數碼話音廣播 數碼話音廣播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再把它簡單化就是 平時我們聽聲音機是用耳朵聽的 但是DAB其實除了聲音之外 還可以看得到的 大家用一點想像 除了聽聲音之外 如果你的收音機配合一個螢幕的時候 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看得到什麼呢? 就是看得到一些文章 除了看到文章之外 還有一些文字在這裡 就是我們叫做Radio Text 就是變成我們這個數碼廣播 出來的時候 在內容方面我們有三種內容 第一就是聲音的內容 第二就是一個影像的內容 第三就是一個文字的內容 那麽變成在我們來說 就是這三種內容 本身那個混合 可以作出一些什麼 有什麼新的計程式出來 是令到那些人聽我們、看我們呢? 那未去到正題之前 又再多一點背景 政府發牌來說 總共發了18條頻道 變成現在大家 一接收數碼廣播的時候 就已經有18個頻道的選擇 那其實18個頻道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相信 不是那麼多人都有聽聲音機的習慣 但是說回香港3B的市場 FM呢 香港的FM頻道 加上港台、新城和商業電視 就一共有七條FM頻道 另外AM頻道就有六條 應該有四條 四條AM頻道 但是大家都知道 AM頻道基本上是比較難收到一些的 那現在數碼廣播一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18條頻道 但是當然你說有18條頻道 多又怎樣呢? 好像那些現在很多收費電視 有幾百個頻道是怎樣呢? 我都不是經常看的 那就不說我們DBC 新城就會有三條頻道 OK? 它會做財經、娛樂、資訊 另外鳳凰 鳳凰衛視 他們會做三條的普通話頻道 它會將新聞、資訊、財經、娛樂、文化 是用普通話來廣播 這件事其實在香港來說 其實是越來越重要的 突然間就有三條 即是可以服用一些 講普通話的社會 另外港台也都將它 平時比較收得不太清楚的 AM頻道 同時間在這個數碼廣播的平台出現 它有兩條英文頻道 一條是BBC World 另一條是Radio 3 又是你想聽英文的時候 也有一個選擇 港台也有兩條普通話頻道 這十八個頻道一出來的時候 就變成有五條普通話頻道 以及兩條英文頻道 那你說我又不是普通話人 我又不是講英文的 那怎樣呢? 如果你家裡有小孩 其實這是一個最實用的方法 來學普通話和學英文 那麼我們DBC 我們就拿了七條頻道 那加起來就有十八條頻道 真真正正的給予香港人 一個收音機的一個選擇 那麼每次去到這些 這些 seminar 或者 presentation 都有很多問題 那麼其中呢 每條問題都很爭議性的 就是差不多每條問題都要打死你為止 那麼其中第一條問題就是 喂!你們還搞電台來做甚麼? 我都不聽電台 電台已經出現了 沒有人聽的 那麼其實我們再 其實我們的看法是怎樣呢? 就是為什麼我們還要來做電台廣播 以及一做還要做七條頻道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雞和蛋 就是那個 就是為什麼那些人不聽節目呢? 其實你問回你自己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自己不聽電台呢? 其實因為電台給不到一些節目 就是你的合聽 但是同時間 聽著電台的那些人 為什麼他們要去選電台聽呢? 其實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一些即時的資訊 息息相關 就是這個也是電台和網台 一個很大的分別 你聽電台的時候 任何時間會最快的資訊 用一個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可以送到你去耳朵旁邊 但是呢 究竟我們數碼廣播 DBC 我們的內容有什麼這麼吸引 令到大家會 就是叫做 嘗試找一些途徑來聽一聽呢? 就是我想如果你聽我說 我想大家聽完之後 都沒有打算聽聲音機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同事幫忙 就準備了一些內容 那這些內容就正正利用到 數碼廣播的那個聲音 和那個影像 這兩方面的結合 是可以出到一些內容的效果 我去看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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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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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聲音 故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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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